翁山素姬重新出了政坛 而且缅甸的政坛也在悄悄的改变 他已经宣布要竞选 缅对新任的国会议员 他可能变成缅甸未来的女的领导者 你都不要觉得太惊讶 缅甸的军政府从去年底开始 开始悄悄进行了他的政治转型 而最近只有一部电影在香港开拍 我们的制作人曲吉尧 特别飞到香港采访了相关的电影开拍 这部电影是由法国的导演卢贝松所主导演的 他的名字叫做以爱之名翁山素姬 描述的就是这个女人 她过去完全不愿意低头顽抗 甚至她丈夫癌症都快过世了 缅甸政府希望用这个机会 看看这个女人会不会因为对先生的爱 而永远离开缅甸 但是她知道她身上流的是缅甸的血液 她又有她父亲留给她的使命 她知道她的先生会希望她留在她的土地 不要上缅甸政府的当 于是摇住着远方的先生 她流下了眼泪 然后知道跟她的先生 没有见最后一面 真正的有别 一个永远站在自己的土地 奋斗的伟大勇敢的女人 即将成为这次电影的女主角 而主演者跟她神似的杨子穹 两个儿子的妈 静泽家庭主妇的身份 翁山苏姬从此回不去了 那是1988年 探望重风母亲的同时 遭逢缅甸爆发反政府运动 继继继继继续 翁山素姬亲眼见到学生 遭到军政府血腥镇压 而在街头运动中 被尊称为缅甸国父的父亲校像 不断被高举 他心里有数 自己的命运 和这块土地是分不开的 汪山苏姬创立全国民主联盟 在仰光大金塔前 看似柔弱纤细的身影 面对近百万的民众 以坚定有力的语气 发表鼓舞人心 争取民主的演说 朝鲜山发表鼓舞人心 我一切都给你 身边后 我一切都给你 我一切都给你 你还在乱 我一切都给你 你一切都给你 你一切都给你 都给你 你一切都给你 卢贝松导演的电影《以爱之谜》 《翁山苏姬》 由外貌神似的杨子琼担任女主角 从头学起的缅甸话让她吃足苦头 这场演讲是相当难忘的场景 我很感动就是导演过来就跟我说 不行我们还要拍多一个 因为你后面的NLD member 他没有停过哭 我见到他的 那么我们全部看着他 你们为什么呢 那他说你知不知道88年的时间呢 我是在下面看着翁山苏姬说这一个speech 我今天呢 我刚刚在他后面再听一遍他说的speech 那当然我练这么久这么辛苦 那马上就觉得值得了 全国民主联盟压倒性赢的90年的大选 军政府份额没收比赛 翁山苏姬失去了自由 当局转硬监尸 企图让这位有夫有子的女性 知难而退 你不认为了吗 你不认为了吗 我认为了吗 你不认为了吗 王山苏基痛苦地选择了他的国家 21年里因此被软禁15年 与世隔绝 即使在先生暗地奔走 与国际友人的协助下 获得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 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更大的煎熬纠结 是在1999年 传来久违的先生 罹患癌症的消息 不久不久 有每个原因 究竟什么样的力量 让翁山始终坚持住 可以十年不见自己的孩子 一个很好的老公 他们没有想到 翁山的女儿就是好像翁山这样子 除了翁山呢 他还有一个妈妈叫Kin Chi 也是这么强一个人 就知道 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 为了我们的人们 可以做一件事 那个时间 你必须要踏步 由于主题敏感 全片大部分是在泰国搭紧拍摄 卢贝松以低调 闭人耳目的方式完成 但是这部讲述缅甸人故事的影片 却不可能在当地上映 导演大方而意气地表示 欢迎当地民众 以另一种方式收看 电影结束在翁山苏基 持续被军政府软禁的时期 现实中 非暴力抗争路线 则已露出曙光 夫人重获自由 投入国会议员同选 缅甸人再一次满心期待 民主和争议降临 翁山苏基能够领导 自己的国家